大家好 今天给在座的各位奉献上的是 华为Mate 20拆机 换屏 换电池 教程 这个大家看得清楚 华为Mate 20 屏幕 复刻 都碎了 接下来我们感兴趣朋友 继续往下观看 我们加热之后开始慢慢拆 注意这指纹排线 我们先把什么螺丝都拆掉 指纹排线拆出 我在这只讲重点 感兴趣朋友继续观看 Mate 20这个位置 要轻轻的拉开 下面一颗按螺丝 一定要拆掉 这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如果说这里 你不注意的话很容易出现问题 啊 拆掉这个螺丝 然后我们轻轻的取出 看到 这里有点变形了 接下来我们 以此拆除 继续观看 我们继续开始拆机 Mate 20无需拆电池 拆掉天线 开机排线 开机排线 在这里我们只分享重点 几步 上面的线拆掉 去卡针 要把卡槽提前拆出来 拆出主板 这款机要拆主板 要注意细节 拆主板 要小心啊 要温柔轻柔 屏幕在下方 我们继续加热 来开始拆屏幕 注意方法 技巧 温度一定要加热到 好我们加热锅之后 开始 等下已经碎得很厉害了 我们也不用很暴力 因为加热很到位了 慢慢的 轻柔点啊 我要拆机有风险啊 维修需谨慎 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 很多朋友还在公屏上 问电 问那个费用多少钱 这市场上有变动啊 每天价格都不同 你们给问一下售后 或者说咨询一下方法 可以 我们在这里不谈价格啊 我们只讲重点方法 哎呀这个做工很不错的 看到吗 啊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这猜出来的 这是我们拿回来 这是我们公司 给我们实体件 带过来的原厂屏幕 嗯 对啊 看得很清楚吧 原厂原机原装 接下来我们装机之前 都要裸奔测试 知道吧 一定得测试 测试完毕了才能装机 我们简单测试一下 如果说要注意细节的话 这个机制 大家不要去接位去搞啊 因为这个没有接位机会 这边上有桥 你看浇水 大家拆手一定要注意 因为你拆下来 不良品报废品 那都没有意义了 我们只需要初步测试 不用全部扣上去啊 大家不要轻易随意去模仿这东西啊 就是四面上一个屏幕几百大洋 这样去浪费 有的时候 真的 自己 DIY不小心一个疏忽的话 搞出了问题一大堆 倒是得不偿失 我们是不建议这样去啊 我们这视频仅供参考了解一下行吗 这个坏的我们拿走 这个我们常规侧的 裸侧的装上去啊 好 进开机 等待奇迹见证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清楚啊 华为Mate 20啊 这些产品不要轻易随意去模仿啊 DIY 下来我们打浇水 装机 均匀的装上去行呢 不要打太多也不要打太少 好我们均匀的打完浇水 顺 立的把屏幕装上去 多余的胶水把它清除掉 擦除掉 这个主板安装的时候 也有个方法注意啊 这个前摄像头下面 有一个白色小胶桥 黑色小胶桥 你们千万不要把装丢了啊 一不小心的话 你们会踩雷 这些排线都慢着点 轻柔的一点点来 特别是屏幕排线 一定要口好顺序 我们装的是个排线 一定要口好啊 那个 这里排线比较难扣 剩下的前摄像头那里装的时候 要注意方法 撬门 也比较难做 八位机子做工都是很给力的 但是这款机子的话 你们不要轻易去捡歪 看到没有 注意注意啊 看好细节 而且华为这个螺丝 你们上的时候要看长短方向啊 不要随意把他们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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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中间这个螺丝固紧好之后 把这个闪光灯扣上去 继续打螺丝 小边也踩了一个雷 为什么说呢 烂成这样的换后壳 忘记装后盖了 因为小边也是第一次维修这款鸡子 踩了一个雷是吧 那也得拆掉一遍 重新来过 先换后壳 因为这个指纹没安装 拆指纹吧 好我们先把上面指纹上面装 那个扇头 看走方向 镜片装上去 好接下来我们把指纹装上面 指纹装好之后 这样才可以 我们 扣好指纹 继续来过 先对下面这个黄机 这里很重要 再对上面的 对好之后 按着别放手 先把中间这一颗装上面 固定起来 装好闪光灯 再把几步的 边上这个螺丝 牵线旁边这里的 装好 固定好 这上面 下面这几个卡扣一定要注意 卡扣位置 继继续上螺丝 继续上螺丝 好我们打完螺丝边上均匀打成浇水 一勺土一点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后壳上面 后盖上面是有浇水的 土一点都可以了 看看摄像头有没有沉 没有沉的可以直接安装